請我們來看今天我們要講的精彩的生活 還跟我搖頭沒有 我說有啊 昨天我們弄了一個小時在裡面 就在桌面上 有了日期 我們請先翻開聖經 度假福音第十章 甚至八點到十四二節 度假福音第十章 甚至八點到十四二節 請你們忍耐齁 因為牧師的兩個方式啊 比較像在教課一樣 已經習慣了 有人說 牧師你可以不要那個嗎 我說 哇 他就不會講道了耶 我只會背 用背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來學習 牧師也要重新學習一些新的方式 但是重要是 無論如何 總是把基督的道理傳出來 讓我們有盼望 帶著生命的活力去為我們未來的日子 可以呈現出神到不生中的美好的祝福 我們看 路交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到十四節 早早 我們一起來讀 走路的時候 耶穌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 名叫瑪大 接她到自己家裡 她有一個妹子 名叫瑪利亞 在耶穌腳前坐著踢她腳道 瑪大事後的時候 心裡忙亂 就近前來說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事後 你不在意嗎 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 瑪大 瑪大 你為許多的事私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人只有一件 瑪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會 是不能躲去的了 那你旁邊的人說 你選上好的了嗎 有選上好的了嗎 有選到上好的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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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智 有 好 我們看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精彩的生活 什麼叫精彩 它的表面就是無聊 很無聊的生活 沒有人要 它是非常讓人心情往下沉 一直往下沉 有一些人 他們不只是無聊 他們生命當中 他很多的破口跟傷口 很多的重擔跟憂慮 所以人生 你看他就是 台語講說一口 亮亮做一口 你聽得懂嗎 我們不是有五官馬有七個口嗎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七個口結在一起 那是像人嗎 當然不像 當然不像 可是他太憂愁了 他重擔就變成了 那愉快的人 他整個五官是張開的 很愉快的 散開的 而且分配的很均勻 主幫助我們從這裡來看一些事實 這個很暗 有沒有看到上面都燈籠啊 有福啊 有春啊 這些啊 我還請特別製作人 做好那個春節到了 看得到 看得到 可以嗎 不用看我了 看上面就可以了 再近距離一點的來看 我這個也 是也很看啊 精采的生活其實是一個理念的 有人講說我游山玩水 我追求以後到各國去玩 我就能夠過一個精采的生活 是這樣嗎 你追求完以後你今天玩 玩玩玩玩 世界各地去玩 你就過一個精采的生活 是這樣嗎 我問過 我問過 我真的問過那個 買著環球世界那個機票的人 問過他 買環球到世界之後機票其實很便宜的 他說非常便宜 然後他到客出去玩 他玩玩以後 我帶著很興奮的人說 我要去訪問一個 過一個精采的生活的人 我去訪問他 看看他有什麼感想 我去一直按門鈴 一直按門鈴 我按了三十分鐘門鈴 沒有開門 奇怪怎麼這樣 我就打手機電話 電話加門鈴 可以吧 過大聲了吧 沒有人 我說可能出去了 又不在家 我就回去了 你看多久 電話有顯示 大哥大想 李牧師啊 你在哪裡 剛才是不是你來找我 我電話有 我說對啊 剛才是兩個小時前 我剛剛去找你 我在裡面 我說你不是環球世界 過一個很精采的生活 然後我說 天啊不是一樣 累死了 累死了 一直睡 一直睡 那我說那精不精采 他說 剛開始很興奮 剛開始很快樂 很興奮 到最後就覺得 世界各國風景差不多 東興之前都差不多 哪裡最好 哪裡最好 台灣最好 跟旁邊講台灣最好 台灣最好 你要真心說 可是有一個人不能說 他馬上回美國 都好 有主在的地方就是最好 這句話是真的 來跟旁邊說 有主在的地方就是最好 你們 有主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 因為那才是真正精采的生活 如果沒有主 你會發現 你外面再給你豐富 你外面你體會再多 多不過精采 有一天你會覺得很無聊 你懂嗎 馬上經濟你天天智慧見舞 很棒 我會有跟人講 歷史歷代的皇帝都告訴我們 他喜歡吃地瓜 你知道地瓜 嘉慶軍有台灣都吃地瓜 為什麼這麼好吃 比我皇宮 所有的山上海哥好吃 他說人 為什麼這樣 人靠外面的東西 是不夠 不夠好 所以我們要過精采生活 從今天的經文 不是要跟你們分享 很重要這句話你一定要記得 精采生活 是要會做聰明的選擇 也需要經過磨練 來 我們一起練一遍好不好 好像在教小學 對不起 但是太重要了 我要你們很重要記得 有些東西這樣抓住 這東西會幫助你一輩子 會幫助你在人生過程裡面 過一個精采生活 我們把這句話練兩遍好不好 來 精 精采生活 要會做聰明的選擇 也需要經過磨練 也需要經過磨練 精采生活 要會做聰明的選擇 也需要經過磨練 其實記得 會這個字 這個會不會 通常我們好像 有些人在講 你怎麼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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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他不曉得怎麼跟他回答 我怎麼會 我生下來就會 還有這回事 還有這回事 但是我們發現有很重要的 不斷的選擇 不斷的磨練 你累積下來的東西 就叫做會 聽我聽懂嗎 這個也說蠻難懂的 但是也說有人 就是這樣 什麼叫做你會不會 我會 我會 這個我會 這句話說出來 表明你常常在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選擇中 不斷的累積出來 一個廚師 是不是這樣 是啊 牧師的講道 是不是這樣 你說牧師你好講道 我早就知道 我天生就會講道 真的嗎 真的嗎 當然不是真的 當然不是真的 是不斷的選擇 不斷的磨練 我們才會的 這叫做聰明 有些人 他們不這樣做 他們覺得想要一下子 很快的 就得著 所以他們永遠都不會 永遠都不會